阿嬌忠恩和老公賴宏閣 這日舉行婚宴延開38席 聽說這日的兄弟團質素很不錯 兄弟挺好的嗎? 我們打算一會問他們取聯絡 接著就把容祖兒推出去 不是聊聊天 做個朋友 做個朋友 有after party 了解一下 至於一齊出席婚宴的 阿嬌忠恩和嬰兒 又會不會傳授一對新人 一些夫妻相處之道? 其實我們就是來找回 剛剛結婚的感覺 太久了 應該可以的 今晚試試 剛剛結婚的感覺是怎樣的? 我想是嚴密 互相摸索 那會不會希望阿嬌快生寶寶呢? 不能吹 不能吹的 順其自然 不過應該很快有 為什麼你會這樣覺得? 我不知道 因為阿嬌需要小朋友 那就是 希望他們快一點 永結同心 好 快來好合 除了恭喜阿嬌新婚 好友郭富城近日就宣佈將會再做爸爸 身為好友的Chinnam 又有沒有恭喜對方? 我們經常都恭喜她 是的 又恭喜她獲獎 又恭喜她封帝 又恭喜她結婚 又恭喜她生女 是的 快樂